为何之后台湾真的大缺电吗 经济部长说想复制新加坡到澳洲盖电厂经验 想在菲律宾盖绿电电厂 台飞之间300多公里 可以用船或是海底电缆送电回台湾 不过有人立刻骑地 菲律宾每度电价601元 根本就比台湾还高 光是台澎电缆就得花157亿 还耗时13年 台湾和菲律宾距离遥远 不止成本更高 还有运输风险 专家更爆料 新加坡根本也没决定要到澳洲盖电厂 各界怒轰 难道真是缺电太凶 狗急跳墙 电不够在台湾早就已经是40了 都是这样能发电 为什么拉了上千公里的电缆线过来之后 还会比较便宜 是像话吗 如果在菲律宾卖给你是6块钱 拉那个电缆线过来的话 我看要十几块钱 我们还是够的哦 有行程个案的部分 就先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对我的这个发言 我感到抱歉 到菲律宾该电厂真的是突发奇想吗 海门经党新潮流交好的云豹能源 竟然早就宣布要在菲律宾盖电厂 盖电跌倒 云豹赚宝 怎么那么臭巧 我们的云豹显然是先知 郭智慧部长 你的报告是云豹写给你的吗 豹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在菲律宾啊 这个要设电厂 原来决定我们经济部政策的是云豹公司啊 到菲律宾盖电厂 为的根本就不是让台湾更加有电 而是为了让云豹更加有钱 零嘴炮轰 云豹能源原本只是一家资本额 一千万元的公司 没有想到七年之内 摇身一变成了市值百亿的上市公司 劳工运动出身的新系赖庆林 成为能源公司大老板 如今还可以搞跨国公司 网友质疑 若不是想土地云豹 为何不知道菲律宾盖核电厂 而是盖绿电厂 民党知道核电他没钱赚嘛 光电啊这些东西 是他的人早就已经占好位置了嘛 让云豹又可以在菲律宾 把电卖回台湾来 完全是绿营人想要赚钱 根本跟国家能源政策 一点关系都没有 如果真的是为了电力的发展 就应该新建核电厂 你有没有受到云豹的启发 没有 蔡英文执政下绿营搞绿能 创造出无数经商企机 当云豹的动作比经济部长的嘴还快 百姓恐怕都想学背后的致富秘心 这上面请真SN小组采访报道 请 reuse士典赞 请示范 忍虽然这边请不吝点赞 您 обяз��这是 jej门 以及再避试的地方 首先你不吝点赞 您可以将 wenn您的试图 我会讨知一个人 认识的人 在这里 您可以在这里 您好 您好 您好